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鱼字 我先用楷书写一下这个字 让大家知道是哪个字 便于呢 大家领会 就是这个鱼字 这个鱼字呢 现在被简化字呢 把它笼统的和另外一个字合在了一起 就是姓鱼的这个鱼字 现在不管是写这个鱼还是写这个鱼 都被简化字统一的定为这个鱼字了 其实呢 这个字啊 在这个 在过去的古文当中呢 是有区别的 所谓的区别 并不是说这两种写法的区别 是这个 这两个鱼字在用途上不一样 除了这个鱼字 可以放在姓上 姓鱼啊 这个鱼字可以使用之外 另外我们在古文当中啊 过去的繁体字当中 也经常见到这个鱼字 这个鱼字有时候 也跟这个鱼字在其他方面混用 比如说 这个 会鱼会计山音之蓝亭 就是蓝亭序里 那个会鱼会计山音之蓝亭 这个鱼字啊 凡是这样写的时候 在过去的文言文当中啊 经常当在讲 就是在哪 用这个鱼字 所以有时以为 古时候人们可能写这个字 这两字就通用 实际不然 比如说关于如何如何 鱼就用这个鱼 在哪 比如说我现在讲的就是鱼金 就是在天津 鱼就是用这个鱼字 不能用这个鱼字 所以这两个字是有区别的 所以大家在 你抄录古文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两个字 在什么地方有区别 实际上刚才我写的 这是一个悲铁当中的写法 正字呢 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个鱼字 应该是这样 是一个方字 但是在悲铁当中 几乎所有的方字旁 都写成这样一个 像木字一样 实际上少写一个点 就是这样 加一撇 这种写法 就是代表了方字旁 而这边不能再点个点 这边如果再点个点的话 这就错了 这就不是方字旁 是木字旁 这就说呢 在写这个 这个鱼字的时候 悲铁当中 因为都用这个 这种类似木字旁 这种写法 所以我们呢 也就在凯书当中 向大家介绍着 也这样写 但是大家知道 这样写一个方字旁 并没有错误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临悲铁的时候 见到的 都是我第一种写法 所以我们还主要向大家 介绍这个字的写法 大家来看一看 左边的偏旁步手 有一重要的法则 就是这一竖笔 和这一横之间的这个交叉 横和竖的交叉 它比起那一般的木字旁 上面探出来的还要多 探出来还要多一些 然后加这一片 注意 左边的这一片 欧阳荀在写的时候 是这样的 注意 是这样一个 我们平常叫做歪桃 但是呢 就是不要过 我写着稍稍过了一点 但意思是这样的 它的这个水平线呢 基本是在这儿 这上端是平行的 下边只有两个点 这两个点呢 我们也需要说清一下 就是古人们写 这两个点的时候 多数都是向着一方倾斜 也就是向左方 单看啊 它是向这个方向倾斜 也就是它是这样一个关系 而金人写的时候呢 常常就直着点 一二 是这样的 是这么一个关系 整体说呢 晋唐时期呢 应该他们的凯书水平 高于后来的宋元明清 这几个朝代 应该整体说是高的 特别是唐朝的凯书 已经达到完全规范 达到一个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这不等于说 后来的宋元明清 他在凯书上没有发展 也就是说 后来的凯书 越来呢 越强调凯化 孤义范 更加呢 使凯书凯化 但是 他整体水平超过唐朝 是这么个原因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 下边这两个点 我们再写一下局部 过去是这样写 这样斜式的 给人感觉这个字 它不稳定 这么斜着走 不太稳定 因此呢 它这个字呢 到后来 就基本上变成了 这两个叫指点 因此这个字显得端庄 所以在规范的当中 也可能某种程度 失去了一点书法的味道 或者某种程度 失去了文字学的某种意义 但是 却给我们感觉着 视觉上更舒服一些 所以这个问题 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把这个字 介绍给大家 没有最后的结论 但是说明 这些个过程 好 我再写一遍 这个鱼字的 它的写法 注意这一横 千万不要写在靠上 太靠上之后 上面就没有余地 注意这一笔 稍稍拧着写 这个笔尖呢 拧一下 大家单看这一笔啊 夸张一点 就这样 再写慢的夸张的是这样 但是如果写成这样的 很丑 就过了 就是一下笔的时候 轻轻的 给了这种感觉 显得这个字呢 很俏丽 就是快点 是这样的 包括欧阳勋 比如说写那个内字 内外的内 上面齐笔 也是这样一个笔画 也是这样 我们夸张一点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但是这种笔画 不要顾 点到而已 是这么个意思就行了 夸张之后 就不美了 什么事情 还是说 是个度的问题 好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 新书写法 新书写法 大体上还是这样 只是 它在比翼方面 有很大区别 我们刚才说了 在凯书方面 它不是个木字旁 它是一个 比木字少一片的这么一个写法的一个偏旁 大体上和木字的写法相近 但是到了新书的时候 它基本就是木字旁的写法 因为 它写完这笔之后 它必须往回带一下 它已是跟右方的勾连 所以往回这一带 跟新草书的木字旁 就完全一致 它不可能写完这笔之后 只是写一个品 然后再这样写 这样它没有顺略 它笔意不畅通 所以它必须在这个地方 勾回来一下 往回一勾 这就是新草书当中的木字旁 这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也见过 有些卫卑 或者其他书体 写这个方字旁的时候呢 直接写成了一个提手旁 就是这样写 所以这样对不对呢 也未尝不可 我们不管说 它写成了一个方字旁 还是写成一个像个木字旁 还是写成一个提手 因为右方 这几个点画 加在一起 我们就看得出来 它只能念个鱼字 它跟别的字不混淆 当不混淆的时候 偏旁有时候就放松了 如果方字旁 或者是提手 跟右方相加之后 是两个字 那就必须得严格区分 所以我们说呢 有时候这个鱼字写 左边写这个提手 也是无所谓的 好 我们看看这字的草书写法 这就是草书的写法 但是在千辈 名家当中 这样写鱼字很少 即使是写草书的时候 像孙国庭 他写的草书当中也很少 用这个鱼字 也都是还继续用这个 兴书这个鱼字 只是他在写兴书这个字的时候 用的是草书的比 我总说 虽然是同一个写法 但是有草书比 有兴书比 那么孙国庭在写这种字的时候 常常是兴书的写法 而草书的比 但是不等说这个字 他没有草书的写法 虽然二王系统很少这样用 但是我们仍然知道 有这种写法 就是像个提手一样转过来 只不过是啊 这个地方要短一点 这个钩呢 要大一点 宽放一点 不要写成这样的 这就容易误解成其他的字 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旋转的这个圈啊 画大一点 这个地方小一点 我这写的慢 没有气势 只让大家看清楚这个方法 再看一遍 这个弧度一定要大一些 以代表呢 右方有东西 再写快一点 是这样写 是这样写 所以这个鱼字啊 关于使用上 在楷书 兴书 草书 等等方面 非常的宽泛 而且我开始就说了 这个鱼字这样写 和这样写 虽然被金人都这样代替 但是在古时候 这也是两个字 用它的时候不能用它 用它时候不能用它 但是后来呢 也有时候是先混 这个阶段性 大家弄清楚了 对文字 应该是严肃的 如果我们搞书法的 对文字 无所谓 我是不赞成的 我觉得这样就不如去打把是卖一